今天的一屆智慧王大比拼 協志隊帶來了兩位美女應戰 而濟情隊則帶來兩位 資深型男助陣 一屆之光會降落誰家呢 各位在家裡平常會有做這個 清潔打掃的動作嗎 那當然有 那吸塵器我想勢必大家 最少都有一把吧 大的 小的 或者有的時候開車 也會有吸塵器是吧 對 今天我給你們介紹一把 完全不一樣的 無線喔 最重要它是無線的 無線的 對 它不是插電的 插電是充電用 但它充飽四個小時以後 可以 最重要它每次在吸的時候 它這裡面的刷頭 會自動拍打三千下 可以有效地除蠻 還有除髒垢 聽起來不相信吧 其實是窗墊 大家都不曉得窗墊超髒的 今天就試給大家看看 光說不練 假把戲 你剛剛有偷吃嗎 沒有 剛剛沒有偷吃 我先試給大家看 可是今天是累了 今天 紅不浪啊 好不好 好紅喔 對 空虛 我說一句 可以不要啊 不行 我要錢 對啊 來店長很需要錢 店長還要演舞台 安靜一點 我來示範 你要演舞台劇耶 好 安靜一點 安靜一點 好 來 聽出來是演很兩光的人對不對 看起來都 我有點淒涼 這位老先生麻煩打掃乾淨一點 好 OK 四個角落都要清乾淨 了解... 你打掃好 我還要把它鋪好 拜託 裡面的被子 跟外面的被單腳要對到 對 你這樣子弄到表面 裡面也要清那裡 我是你們請來的用者 你知道嗎 我是示範 我不是來做打掃的 看一下 裡面的層板有多少 看到沒有 有沒有在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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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剛剛沒有這個粉層 剛剛是全層的 對啊 一千二組 其實床墊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你都 你本來都不覺得上面有什麼 對啊 可是當你那個清完之後 裡面好多 看到那些東西之後 我覺得好可怕 是 最重要呢 它這裡面有個 高密度的濾網 是可以水洗的 有 很多我們常常吸塵器的 這個濾網 不大能水洗 你知道它是可以水洗的 所以它這個 吸附髒污的這個能力 是非常的強 各位想要我們 很想要 想要的話 就要玩我們的明星克陋子 明星克陋子 好 我們現在 總共有四個題目的選項 對 第一個是 第三個是 第三個是 歷史文化題 第四個是 健康生活題 我想請問一下隊長 你們要選哪個題目呢 我們歷史文化嗎 好嗎 歷史文化也不錯啊 也是有標準答案啊 好 院長 OK 挑戰一下喔 但是院長 我也是 妳爸爸是歷史教授 有啦 好啦 好 那我們就 歷史文化題 請出題 屈原不願同流合污 要 心心心致敬 可是這個字 什麼的女兒嘛 什麼的女兒嘛 請做答 那這個有可能寫錯字 你們第一個字一定會錯 寫錯字 3 2 1 請舉牌 我寫錯字 我的答案是 密羅江 我 我的答案也是密羅江 我忘記怎麼寫密 我的答案 密羅江 妳幹什麼 妳在寫密的密耶 好 請請 我的答案是 黃河 黃河怎麼會流江啊 我想不出來了嗎 妳不知道 妳跳淨水河也可以啊 所以我們寫錯字 已經不算什麼了啦 好 我們正確的答案是 密羅江 我連筆都會耶 這個密真的太厲害了 好 我們接下來下一題 歌仔戲取料 新騎伯伯 來 講的是 新 新 新 和王寶川的故事 哇塞 好酷喔 平鑑 跟平鑑有關係 4 3 2 1 1 請舉牌 坐在那兒心情不一樣 完蛋了 對啊 我的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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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丁貴 薛丁貴 我的答案是 王寶川是誰 誰是王寶川 王寶川 結果發現 園長 謝謝 謝謝 薛丁貴 好 來 我們的正確答案是 薛丁貴 薛丁什麼 是有一個叫薛丁山 跟紅虎女是不是 這跟凡梨花吧 對 凡梨花耶 薛丁山 我看老師認真的 好 我們來進行下一題 什麼啦 劉備 欣欣欣欣欣欣 請諸葛亮出山 五 五 但這個也是會寫錯字 這好簡單喔 五 四 字要寫對喔 可是站在旁邊都很簡單 可是這個真的 薛丁貴 加油 請起來 我的答案是 不是毛驢嗎 我的答案也是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三顧毛驢 等一下 有沒有錯字 等一下 這個盧 跟這個盧 是不一樣的喔 你現在挑我們 待會兒我們也會挑你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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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們對 算了 好 讓你們對 好 讓你們對 好 全部答對 等一分 恭喜 人家又有錯字優勢 對啊 我們也讓你們一起 好 下一題 周幽王烽火系諸侯 只為我欣欣一笑 我欣欣一笑 誰嗎 請做答 對啊 請做答 一個人名 四 三 二 一 請舉牌 我的答案是 打幾 打幾不會洗 打幾 打幾啊 我的答案是 打幾 我完蛋了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等一下 我們正確的答案是 對 對 好 我們來進行下一題 雍正皇帝發明星星星 成為暗殺武器 是什麼呢 很簡單 這個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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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武器 當然啦 是一個武器 看電影都會知道 對 好像 五 周星馳有教過我們這件事 三 二 一 三 請舉牌 我的答案是 雪滴子 我的答案也是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寫滴子 來 自己 我跟你講 你亮出來 如果我寫的是三明治 我就算你對 好 我的答案是 流星馳 流星馳 好爛 很爛喔 季星 我們正確的答案是 雪滴子 好爛喔 妹妹其實跟我差不多 這跟讀書沒關係 這是季星爛 你為什麼逼一隻魚 要做這件事 謝謝 好 我們季群隊 總共獲得一分 快勝鼓 勝鼓 好 季星柯陸志 我會不會申訴一件事 請說 怎樣 請完這一關 當我坐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是會有壓力的 我知道 鞋子 你不要怕 鞋子 你可以管得了現場 他們也在笑 好 我們季星柯陸志 現在剩三個主題了 一個是陳語默契題 一個是唐詩三百首 還有一個是健康生活題 我請先問一下隊長 要選哪一個選項 基本上這個 我們要遷就一下我們的隊友 我這個團隊裡面 本身有一個馬來西亞人 是... 我們以他為主 他選擇的是健康生活題 好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的 健康生活題 請出題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學者發現 乳房大的女性 星星越高 這很難耶 星星是指什麼呢 我寫這個好不好 請做答案 好難喔 什麼啊 這答案耶 四 三 二 一 請舉牌 我的答案是 身高 這個是景點播的節目呢 轉眼 我的答案是 幸運 幸運 我會寫 羅馬拼音喔 對 我的答案是這個 我這個有根據啊 乳房大 乳房高 因為乳房很重啊 對啊 好 我們正確的答案是 女性的智商 智商耶 智商 難怪我看過這個新聞 我剛有說智商 我們這邊題目有補充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學者發現 乳房較大的女性 在智商測驗中的平均得分 比其他女性高10分 研究者稱這 與性激素含量有關 而她能決定乳房的大小 真的 這不合理啊 這兩位理人 剛才有講到性慾的 算是有連結喔 沒有 性慾的話是 另外一半的性慾比較高 好 這裡也滿合理的 有道理 好 來 我們進行下一題 美國醫院就指出 當心心有害健康且短命 當心心 當心心 當過命吧 職業 當什麼職業 對 她是一個職業 是一個職業 對 非常 高尚的職業 那我知道了 好 請做答 3 2 1 請舉牌 我的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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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裡想的都是小護士 護士壓力大 護士比醫生壓力大 對不對醫生 對 醫生壓力大不大 醫生壓力很大 護士也不小 但護士錢比較少 對 這不好說 好 我們正確的答案是 張總統 這誰會猜得到 有害健康 哪有 是美英國的總統 還是直線台灣 只要是總統 他是美國研究出來的 總統要扛下的是 全民給的壓力 沒錯 好 來 我們進行下一題 研究顯示喜歡喝 心心心的人 好險沒選 可能是 虐待狂 什麼啊 三個字的飲料 它是一個飲料 三個字的 三個字的飲料 哪有三個字的飲料 對 糟糕 我也常這樣 喜歡喝心心心的人 是虐待狂 請做答 有 拔辣汁也可以洗 五 四 三 二 一 請取牌 我的答案是 威士忌 有 合理 我的答案是 黑咖啡 合理 感覺也是合理 我的答案是 熱咖啡 對 我的答案是 巴柳汁 巴柳汁 這是像你 那我巴柳汁啦 你去喜驗的時候 有沒有叫嗎 巴柳汁加柳橙汁 就叫巴柳汁啊 但是為什麼巴柳汁 會變虐待狂呢 變態啊 比較邏輯啊 孫賢志 是不是變態的意思嗎 他喜歡這樣加來加去 應該不會有研究 研究巴柳汁啊 不是 因為我虐待狂 我真的想不出什麼 我真的覺得這一關給我 和孫賢志太大的壓力了 我們又變失常現在 好 我們正確的答案是 有研究的相關的報告 就是根據研究人員 對上千位咖啡愛好者 進行的調查 他們發現偏愛喝黑咖啡的人 對苦澀的飲食 特別依戀 這些人個性叫刁鑽 而且喜歡掌控一切 我老公就喜歡喝黑咖啡 我也是啊 我也是 我完全不喝咖啡 他從來不喝那拿鐵 真的 他有虐待你嗎 對不對 虐待狂 他臉看就是虐待狂啊 為什麼 欸 妳在變太狂 腳我虐待狂 好 來 我們進行下一題 氣女兒 心心心太慢 33歲嗎 有在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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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作答 好難喔 請作答 對 對 5 4 3 2 1 請舉牌 什麼啊 33歲的媽媽 代表她的小孩應該年紀不大 所以她會因為 她要念她女兒某一件事情 通常會念女兒就是 我的答案是 吃東西 我的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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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賢振 有些女生一進去廁所 就半個小時 一小時不出來的 她33歲 她小孩子不可能18歲 好 我們的正確答案是 寫功課 寫作業 寫功課 寫作業的 來 我們進行下一題 研究顯示 切除猩猩 能降低19.3%的 帕金聲勢症的風險 切除猩猩 切除喔 是什麼器官 切除是身上的東西 某一個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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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知道 這個我會對喔 4 5 3 5 難得有自信 1 請舉牌 我覺得我的答案是 我好像有看到 高丸 高丸有可有可無嗎 你可以寫 對她來說可有可無 對她來講 那我還寧願怕金聲勢症 我說高丸你可有可無嗎 醫生說你可能可有可無喔 不是 不是 因為我覺得要切除掉 任務答案是 好 我的答案是 盲腸 天啊 我的答案是 寫字 我的答案是 藍尾 好 寫的藍 你是 原怕的藍 我藍可能寫錯了 好 我們正確的答案就是 藍尾 盲腸 藍身這題厲害 我前幾天剛好看到這個 其實她那個盲腸已經很接近了 盲腸是一樣的地方 她兩個可以 沒有 她是在最尾端的 但是我真是想確認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剛剛就有暗示說 是可有可無的器官 王甫 你為什麼會寫稿 哪有一個男人 我覺得稿蠻可有可無 沒有啦 不是 你一定誤會 因為男生有兩顆嘛 顆到一顆 不是啦 另外一顆也是有功用的啊 我有仁補 因為我幫你講啦 因為你已經有兩個小孩 所以現在也可有可無 而且你又不想帶生對不對 為了防止你有帕金聲勢症 所以你不想說 我們且心理醫師分析一下 對啊 這什麼 對啊 這什麼心理 還為什麼想要先修稿啊 你告訴我啊 可以嗎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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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比數是 鞋子隊 0分啦 不行 鞋子隊獲勝 有一關獲勝 謝謝 謝謝 來... 好棒喔 好開心喔 我們的珊瑚毛虎太厲害 太值得了 好 我們接下來繼續 我們的下一段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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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喔